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爱不是量的问题 不是多还是少的问题 是那个品质 所以你去看看 其实天下的父母常态来说 都是希望孩子健康幸福成功 可是我觉得很多的父母 就是在这种物质的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是不晓得这个路径 到底怎么样从这边走到这里 所以曾经有人说过说 你如果要孩子远离幸福成功 你就是满足他所有的需要 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这个不是爱 这给的够多了吧 可是是给错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是说父母真的是要去思考 就是我们爱孩子 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 简单来讲 第一个就是说 你在爱孩子的同时 是让孩子养成一个非常自我很大 就是非常自私 你只爱你的孩子 还是你会让孩子知道说 其实你是需要感恩的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然后他有一个大我 就是说我会关心旁边的人 我觉得是最重要 就是你的爱的里面 也没有让孩子知道 他其实是需要感恩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一本书写到最近有一个 Dr. Nicole他写了一本信书 叫做How to raise a kind kid 怎么样养成一个恩慈良善的孩子 他说所有真的所有的里面 我们讲过人格 人格这个部分 刚才那个杨医师是讲到 病态人格 可是说我们知道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从医院抱回来 不是每一个baby都是很可爱的吗 超级何时 经过家庭这个工厂 出来的产品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说个性其实有 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天生的 可是品格其实是后天星座的 那品格怎么来呢 其实品格是从示范来 所以父母如果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你只爱你自己的孩子 即使孩子看到有一天 我只爱我自己就够了 那你对环境 对周围的人 有没有一个恩慈 还是关怀 我觉得这个就是父母在 检视自己给的孩子的爱 不是从量来看 而是从那个品质 这个路径到底对不对 感谢观看